马上就要打了 你给了我一个人生体验观的一个一天 一定要采访三个人 你是第一个打头阵 还好第一个是一个我最熟悉的人 女孩子女生在乐队当中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如果你可能问一个男性 你觉得作为一个男性的乐队当中需要克服什么 其实我觉得男女是没什么太大差别的 我觉得反倒觉得女孩子会更灵动一点 就是脑筋会跳跃一点 然后会比较巧 其实是一个体力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只要锻炼身体身体好做没什么太大事 做乐队也有十几年十四年的时间 那你觉得你遇到特别特别难的事情是什么 特别难的事情其实就是自己有时候觉得这个乐队不行了 就是好像提不上来的时候 然后但是自己的心又特别高 然后想得特别好 但是其他人又好像不是预期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想放弃了 我觉得那时候是应该挺好 所以现在算是一个好的状况吗 对 现在是一个人生的顶点 真的吗 是的 这十四年当中最燃的时刻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跟思思雨翻那个 我特别喜欢这个 我特别喜欢这个 热烈盈眶了 对 就是我跟思思雨翻那一趴 就是我哭成狗了 然后就是好像我觉得到后来 就自己的那个情绪点 就到不了那个嗨点了 那我第一次看你的时候真的是 两个双马尾 去买屋一样 后来认识 知道你是妈妈 就感觉真的很有妈妈的感觉 真的 我真的 你没有违和感了是吗 没有违和感 那你作为 就等于说是妈妈 然后你又那么忙 然后工作的话 你是怎么平衡的 就是生活 还有工作 家庭 我是尽可能的 在不工作的时候 然后用最多最多的时间 最多 陪孩子 对 然后手机要是没有正事 就放一边 那种 可能就不知道扔哪儿 就是你怎么 你怎么平衡你这个和上学 我觉得真的挺难的 就是新开场平衡也很难 就我上学的时候 其实会想念工作的 我会有点 也不是说担心 但会觉得很渴望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失去掉了很多机会 但是我心里又明白说 我学习这些东西是值得的 然后我也想要一个这样子的生活 就学生的生活 单纯的 然后但是比如说这个学期 我就会尝试着 多坚固点的工作 对 尤其是在音乐的方向 我其实第一次尝试着自己完全写歌 写词曲 就是蒙巴拉纳西 能给你女儿的吗 就爱给我女儿的 是在我的西方本大 就是拿电脑创作的 天哪 对 听一听 我们可以去听听 好 我开车带你去我们排练 天哪 太好了 就是这个歌本来是我用电脑做的 看来自然都给改成了乐队的版本 有没有回到了热带雨的感觉 是空间感 是你吗 是你吗 哇 听不像 是吗 我觉得特别温柔 我还看了自己 真的很温柔 因为平时你在这边 你真是这样吐 咱们边听这个 边上路吧 好 去看你排练是吧 对 好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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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